传苹果自研5G基带芯片2023年量产 采用台积电4nm工艺 至东西11月25日消息 本周三 据日经新闻报道 苹果计划采用台积电的4nm工艺 生产其自研iPhone5G7建芯片 预计在2023年实现量产 据了解 台积电的4nm工艺 还未不属用于任何商业产品 目前 苹果的5G基带芯片 正在通过台积电的5nm工艺进行设计和测试 外媒德规志表示 目前高通公司是基带芯片行业的主导者 为整个iPhone13系列生产组件 基带芯片是决定通话质量 和数据传输速度的关键组件 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来一直由美国高通 中国台湾的联发科和中国的华为公司主导 并且高通围绕该技术 建造了一面大型专利墙 2019年英特尔退出了 智能手机基带芯片的开发 并将5G基带芯片部门出售给苹果 这也为苹果现在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多个消息人士表示 除了节省目前向高通支付的费用外 开发自己的基带芯片 还能为苹果的内部移动处理器 与台积电的芯片集成铺平道路 台积电一直是苹果的重要合作伙伴 也是iPhone处理器和M1Mac处理器的唯一生产商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新闻 台积电有数百名工程师 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 与苹果的芯片开发团队合作 苹果高级副总裁赵宁舍里在2020年 中内部会议上表示 苹果已于2020年开始开发 其首款5G基带芯片 并一直致力于提高对硬件设备的控制权 减省支出 减少对高通的依赖